我自己大兒子前幾天就有發燒 可是檢查PCR就是陰性的 他是住在板橋燃疫社區大樓A棟住戶 喊出想跟B棟全體住戶一樣 直接送檢疫所14天 就怕兒子只是在潛伏期 畢竟現在埃及爸跟他太太足跡出爐 8月22曾去四維路超商 下午再去中和富幼用品店 主要前往公共場所在四維路 但仔細看看B棟確診6人 住11樓埃及爸CT值37.9 同住太太29.1 樓下麻醉護理師38.5 和接下來確診兩人 到底是誰傳給誰 目前依舊沒答案 擔心社區正藏著許多傳播鏈和黑數 一旁社區大樓更是人人自圍 還重新搬出三級警戒所放公告 也有人擔心染疫大樓地下庭車廠 有租給非大樓住戶 可能成為破口 但好家在危機意識熊熊然起 你說你沒有PCO你就不能進來的話 就只有一個那個車道可以下去 新北市府也在10號宣布 目前社區大樓相關人員 和幼兒園事件擴大狂烈 1400多人全數陰性 新北市三校5000多位小學生 也在10號通通復課 目前剩三校2000多人預防性停課 卻子那個幼稚園剛好在我們對面 所以我小孩子我害怕 我沒讓他來上課 卻還是有家長趕到兩難 還擔心未來出現停課 復學循環 其他現世民眾恐怕也得做好防疫 抵擋5月疫情擴散劇本重演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